手握着方向盘 飞驰在凌晨的街头 我知道在这一瞬间 这个世界是属于我的 在香港玩车是真的困难重重 但是我不想让自己后悔 花有重开日 人无在少年 那就你跟我走了 我跟你走 我其实也不知道需要在哪 坐去妙街就可以了 慢点 香港的养车成本太贵了 现在应该是一个负的状态 是你改了多吗 然后换了多吗 日常也 日常主要是日常 因为改车它就算 它就当作是一把刀砍你一下 但是你日常就像是一根刺一样 铺垫在抓你 对对对 没错 好像晚上加多少油吗 你们两三趟是一箱嘛 两三个晚上一箱 一箱跑多少公里现在 现在的话弄完以后 差不多能有个三百公里 对 五十六十箱的油箱 好了 费用大概问了吗 行车三千左右 然后用车 油费可能三五千 排费 排费一年要七千 我的车是七千 排费是什么意思 类似于大陆的车传税 还有为养车的连带成本 先把车车 我们出去玩外面的停车费 还有隧道费 隧道费 再加上香港的操牌是非常疯狂的 怎么说 我有一次在 它基本上是全港无死角 然后白天早上六点钟操 晚上十点钟 我有一次就停在路边 去三米开外的七十一 买个面包出来被操 操一次怎么发 三百二一次 对统一都是三百二 三百二一次嘛 是的 不用扣分吗 不用扣分 我买车第一天 我买车第一天 就走到一走 我那个有一天我在那 在学校里嘛 然后警察给我打电话 说什么 我是西九龙重案组的刘瑟 哈哈哈哈 让我过去配合一下调查 去了以后还真有这么回事 是 还真有一个刘瑟 他进去让我先是搜身嘛 搜完了以后进去 他问我说有一个人 开着跟你的车一模一样的车 一模一样的车牌 一模一样的车牌 在九龙城 砍人 哈哈哈 哈哈哈 展人 哈哈哈 啊 一模一样的车 因为那时候是台风山主嘛 我的车牌掉了 就出去买东西吃 然后车牌掉了 然后 我也不知道 然后我们前面的那个五任车主 因为我是第六任车主嘛 五任车主都在 哦 全部全部驾过去了 全部到气 那就是你的牌掉了 别人把它套上去用了 应该是被套牌了 有人用我的牌嘛 哦 他有那个他有那个CCTV 就是那个监控的嘛 嗯 然后我就他就放给我看 嗯 就是从那个车上下来四个门 全打开下来四个人 拿着这么长的刀 咔玻璃敲碎 然后伸进去就是砍 对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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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说我这个样子来读书的 我也不像是能砍人的人 哈哈哈 留着当时发的朋友圈 那时候第一次在警署里面吃烧鸭饭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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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新桌子 那味道比那个 比食堂的好点 哈哈哈 他干不过你 我现在是在这边上班了 然后呢也是这个 算是前年底来的 那会正好船要通关 然后就 过来上班了 然后就有疫情了 然后呢 刷B站 就刷到了这位 兄弟 哈哈哈 就刷到了这位兄弟 对 然后呢就说 哎 这个 这边也有这个 大 那边来的 然后一块玩车嘛 然后就感兴趣 就一起参与参与 看他们出来以后呢 就大概也了解了这个 养车的成本啊 还有这个 保险啊 还有修车等等这套东西 所以就在也不能说古阔下 反正就是后来就相当于是就买一台车自己玩嘛 因为也是觉得确实是很多车就这边有你大陆无论是从成本上还是车型上就没有那么有意思 所以就这边就然后也当时也看了很多车然后说之于钱包然后反正就买了台evo5代嘛也是这个呃在那个预算下觉得还可以的 感觉你感觉这边玩车的环境和文化怎么样 正好反正也是来了然后通过教练然后认识了这么一帮人对然后反正感觉挺开心的然后大家就是有时候晚上就说一起去转一转唠唠嗑啊什么的 要不然其实对我而言工作的话你同学啊这些就很少了 然后香港这边工作环境大家同事其实也没有那么近 反而这也是一个兴趣爱好大家可以一起玩然后丰富一下业余的生活然后又自己喜欢的东西 再让那个我住在港岛离时要近然后有时候SMD一起去吃个早饭啊转一转 我觉得就是跟以前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大陆的那种就是自己开车或者是出去那种就完全是另外一种 生活极变成一种体验 就是其实你看我是都是大哥们带我因为我还没车嘛然后香港比较好 我们都是刘哥小弟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就是香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我我个人感觉就是氛围挺好的 然后有这个文化首先就是因为毕竟玩的年份长嘛就这么几十年的积累下来以后呢就大家对这个事的这种感悟是不一样的 有些时候可能比如说你有你有这个钱你不是说拿这个钱去买一个说撑面子我买一个乏力的就买一个或者什么样的车呢我去去这样显摆更多很多像包叔这样呢他更多的是愿意自己去去买一些自己更喜欢的有底蕴的这种东西 然后自己愿意去整更更愿意去理解他背后那种文化和体育的这些故事之类的还有呢就是他们会特别的热情很愿意带你就很很愿意和你交流 这个我从刚来香港的时候吧当时有一次去也是去看车嘛然后当时有一辆开麦凯伦的就是开那个那个MP42C的那个车主当时我就跟他聊天还是个还是个外国人 就跟他聊天什么什么的聊完之后他就问我说哎你要不要坐一下怎么怎么着我当时就对我当时就很惊艳了就还是你还请我可能是请我坐车嘛然后后来我就说啊你呃也也很意外什么他说最重要的就是分享对对对这句话呢就不光他说过就是后来因为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很多人都跟我这么说过 Ready 如果我毕业之后不留港那么在这香港的这四年可能就是我这一辈子中能玩到这些车的唯一的机会 所以我不想让自己后不想若干年后回忆起来我的青春时光里有这样的一个遗憾